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长盛花 我这些长盛花上期跟大家分享过 如何给它进行打顶 那么就有花友留言问了 为什么这么小就要给它打顶 不怕它出现死亡的现象吗 这么小就给它打顶 主要的目的就是控制好整个株形 它能助使它分析生长得快 不让它长得高大 我们养殖长盛花不需要让它长得高大 只要控制好整个株形 像一个手捧花一样 观赏性才会高 在大旁养殖的长寿花 一般都会给它打一些矮胀素 控制整个株形 不让它生长得高大 矮小看起来非常好看 给大家看一下经过打顶之后 它就会冒出了特芽 就是分析出来了 就有三四颗新芽 像这些株株已经分析出来 进入了营养生长阶段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补充一些养分 才能满足生长需求 让这个蜘蛛长得更加粗壮 像这种我们要如何给它补肥呢 一般我们给它补肥的话 都不会直接给它使用一些养分 就是使用了一种浸盆法 首先我们先准备一个桶 然后装有水 再给它加入一点这种 出生长型的营养液 这种营养液所含的蛋淋甲元素非常丰富 尤其是蛋元素含量高 这样就可以满足小苗的生长需求 使用的话就是一比一千 直接把它倒入水中 然后就是把这些小苗 把它放到水里面 给它浸泡五分钟 然后把它放在通风的环境 把水分吹干 那么这样就可以吸收到养分 就不会引起肥害了 我们给它浸泡了一些短效肥 也就是出生长型的营养液 在这个盆面呢 对于给它浸泡了一些营养液 它吸收的养分不是很多 没有满足生长需求 在这个根部呢 给它吸上一种长效肥 也就是这种磨肥 磨肥 也就是这种磨肥 它是一种高龄肥 一年只是要给它吸用一次 这样呢就能满足长寿花的生长 因为这种磨肥呢 它的作用非常大 也就是当脊柱缺乏养分的时候呢 它就会释放养分 当脊柱已经满足了生长需求 它就不会释放养分 这样呢就不会引起肥伤肥害 我们只要在这个盆土边缘 给它埋上10粒左右就可以了 再给它覆盖土壤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